你有看过重达7公斤的台湾雕吗 台湾雕是目前台湾养殖渔业当中 主要的养殖鱼种 立川渔场在渔业养殖上 无论是环境空间、水质条件都相当的好 近期发现养殖池中有些肉网之鱼 体型是一般台湾雕的五倍大 而业者笑着说能够养成台湾神雕 所用的饲料更是惊人 台湾雕容易养殖与繁殖 对环境及疾病的抵抗力强成长快 肉质佳且无细骨 输杂实性 而位在寿丰乡、立川渔场 在养殖条件上有先天优质的环境 一甲地养殖池约有1.5万斤的鱼 业者近日就发现养殖池内 有重达7公斤以上的台湾雕 没有这么抓过这么大的鱼 以前都是比较小只 对比较小只 因为这是养两年后的鱼 两年以上 两年以上才会这么大只 由于养殖环境条件密度相当低 台湾雕在宽广的鱼池当中 相当容易生长出体型较大的台湾雕 立川渔场一直秉持着友善养殖 让鱼在最快乐的环境下成长 所以有的时候会不小心会养到鱼 太大 太大的话我们就是会抓起来 然后我们会做一些相关的副产品 比如说鱼筋鱼松等等相关 那在我们的餐厅也可以吃到非常美味的 这个这么大的活力雕 而目前大约有40级甲的养殖鱼 业者也研发出了多样的副食品 民众如果想要品尝 必须预约订购 由于数量相当少见的台湾神雕 体型也都比一个成年人的脸型 还要大上两三倍 记者林杰 寿风香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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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